上個禮拜 那上禮拜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那個 論壇裡面 今天 是第16次上課了 所以還有17 在最後一次就輪到各位了 所以輪到各位表演 我們這一班其實蠻多 臥虎長龍同學 也已經做了很多 你量力而為 如果說你可以的話 你就多講一些 要不就是最好 如果你要demo 我建議 因為我們這邊電腦速度不夠快 所以你乾脆把它剪報 把畫面 你在家裡弄一遍 然後你可以把畫面先拍照 放拋放裡面用講的就好了 用敘述的也可以啦 所以也許 大概 頂多一般習慣是一個報告 最多不要超過7分鐘 所以你上來之後 從開始講到結束7分鐘內 所以我也這樣要求 其他地方上課的同學 你來上課 就講一下 7分鐘內 解決 那最好的方案就是 你在家裡 最好自己試講一下 如果你那個試講過程當中 你會超過7分鐘 那請你節制一下 或者請你把部分東西刪掉 那你大概講什麼呢 也許你做的過程 心路歷程先講一下 比如說你學習啊 Python 每一個人心路歷程不一樣 背景也不一樣 有的人可能有程度 有的人可能程度 可能沒有 那個程式的背景 學起來很辛苦 那你能 做多少 你就做多少 再來就是說 你做的內容 解決什麼問題 這些也許稍微講一下 然後呢 再來就是 你那個Python 裡面有什麼啦 然後 呃 程式部分 大概秀一下 也許你從我們之前的 練習裡面 複製貼上 改也OK啦 不過你大概說明一下 那 再來的話 所以下一周 下一周 我們不上課啦 因為我上 下一周的話 已經規劃好 要去旅行 所以這 當然下一個禮拜 同學問說是不是 這一個禮拜 然後 不過今天這禮拜 剛好比較冷一點 好啦 所以 再來的話 就是上禮拜的部分 那個因為聲音太小 所以我本來傳上去的東西 同學可能聽不到聲音 後來我把它調整一下 理論說 然後又重新再傳的 就是我把那個每個聲音檔 的聲音 重新再 把它那個聲音調大聲 所以 當然這個部分需要花一點後製 然後 所以應該聽應該沒有問題啦 所以現在應該聽都會有聲音 是 沒有問題的 那 各位聽 也蠻踴躍的 我發現其實大部分同學 OK 這個是廣告 這個是廣告 沒辦法略過 他可能會針對那個YouTube的影片 他 我現在上去 會有一個問題 就沒有字幕了 不過 現在那個 YouTube 他有一個機制 說 上面沒有字幕 字幕 他有一個那個共同 協同加字幕的功能 我因為 這要怎麼樣 如果說啦 我看其他那個YouTuber 如果將來各位有時間 如果你每天 多一點時間的話 你可以 幫我加一點字幕的話 那要更好 OK 好 那 這個部分的話 是上個禮拜 我們主要是 大概把那個 第一個就是 用那個 Request Request 那個 這個模組 然後並且呢 安裝那個BeautifulSuit 4的 這個 這個套件 那這個套件主要的目的就是 除了可以下載網頁之外 然後呢 會把網頁裡面 你需要的什麼 你需要的那個 那個Tag 標籤裡面 有沒有 你需要的資料把它抓出來 那抓的方法的話 當然這地方 你必須要把這個 裝起來 第二個的話呢 利用BeautifulSuit Suit幫你把資料做切割 那切割什麼東西 所以呢 上禮拜 我們把那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 白板上面 那 運動白板裡面的話 我們 是講到是那個 06 03 等於第六個單元 第三個小單元 那當然第六個單元裡面主要也是都是從網路上撈資料 不過 前面撈資料比較簡單 是撈一些 CSV跟JSON檔 那這些是因為他結構已經固定了 而且沒有很多的標籤 你可以直接把它抓下來 然後去做解析 但是呢 第三個單元 他比較 麻煩一點 就是說 網頁裡面的結構 所以呢 比如說以那個像台銀外匯 我們如果要把台銀外匯裡面 這些資料全部撈下來 而且撈下來 我希望呢 像 目前看到的 這樣子 匹別 匹別 然後現金 匯率跟集息匯率 都可以把它撈下來 那我需要 特別注意就是 第一個 你要能夠解析那個網頁裡面的資料 這裡的話 關鍵就是你可以用那個 F12 這個 按鍵 可以把什麼呢 把你的原始檔給叫出來 那叫出原始檔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 另外一招啦 除了按F12之外 你可以按右鍵去檢查 那檢查之後你會發現 旁邊會有一個 就是 原始碼 而且 按右鍵檢查的好處是 它會自動幫你跳到你程式碼的那個位置 對應的位置 不過 這個單 對 沒有學過 或者是說你對於那個HTML 那個程式碼不熟的同學 光看到右邊的部分 頭就很大了 所以其實當然 在那個Chrome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 一個什麼呢 一個一個外掛 蠻方便的 不用看到右邊的東西 但是那個外掛 我是覺得 還是 沒有非常好用 因為 畢竟我是建議啦 我最 最好的方法 還是用右鍵檢查 你可以看到比較多細節 就是結果的畫面 那上個禮拜的話 我有特別強調說 這邊呢 你可以用 像類似像 撥洋蔥的這種 概念 那那個撥洋蔥 就是一層一層的嘛 反正一層先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先找到 你要找的資料 在這個網頁裡面的 什麼位置 比如說呢 我們要抓的是 這個網頁裡面的那個什麼 這個 這個表格 所以我可以第一個 先把這個表格先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再去抓 避別的部分 那避別裡面好像有18個 所以呢 我可以把 把避別先 放在一個 List 裡面 然後呢 買進也放在一個List 賣 跟 買進跟賣出 它這兩個 會在同一個List 所以呢 它的關係是 它 它是18個 它是36個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最難的 同學最不能理解 就是 為什麼後面那個東西要乘以2 然後再來 乘以2再加2 主要 是要把這個關係 這個是一個 這是兩個 我們後來有講到就是 第一個 利用那個 第一個它你要安裝Beautiful Shooter 4 裝完之後的話呢 上面這部分都一樣 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給它一個UIL 把它放在GET後面 把資料先抓在 抓到那個HTML 這個物件裡面存放 告訴它說呢 我的編碼方式是 UTF8 在利用Beautiful Shoot 裡面 抓取 這個 物件裡面的文字 所以會有一個文字的屬性 後面告訴它說 那我要 切 做簽的意思 告訴它說 我要抓這個 網頁程式碼裡面的 標籤 那這個標籤裡面的話 當然 我們可以用 幾個方法 最重要的 其實是兩個方法 如果你只要找 其中一個的話 你就用Find 如果你要找全部的話 那你用Find All 這兩個方法 其實這兩個方法 足夠你 針對大部分的網頁 可以去做 抓取資料的這個目的 那當然呢 我是建議你可以 一個一個慢慢抓 比如說第一個 你可以先抓那個Table 把Table部分先抓出來 表格先抓 再抓裡面資料 那你抓完 記得就是 也不要太急 急著一下子 想要看到全部東西 因為 你一下全部抓 變成說你 全部程式寫完之後 再來 檢查錯誤的時候 有時候錯在哪裡不知道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把那個 Table 抓出來 那你會想說 Find Table 那可是因為這個網頁還好 它只有一個Table 可是像那個Yahoo股市 它裡面不只一個Table 它有非常多個Table 的時候 那你就要告訴他說 你這個Table是在第幾個 所以後面的話 比如說它是第八個的話 你就這邊要寫個7 告訴他說 我要的是在這個網頁裡面的第7個 可是問題 那我怎麼知道是第幾個 所以後面有一些招式 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我可以很快的知道說 這個網頁裡面的 第幾個Table 所以後面那個Yahoo股市 同學一開始試 反而奇怪 裡面呢 只有Table 沒有Class 那沒有Class 變成你要用算的 它如果有Class 那你就是抓那個Class 的名稱 就知道 但是沒有的話 你就用算第幾個 所以我的策略大概是這樣 基本上一般的網頁 都可以抓下來 沒有問題 OK 所以後面我們會講Yahoo股市 都會特別強調 那所以我第一個先用Find的方法 只有一個 那就是找第1個 然後呢 把它的資料給抓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 找到的這一個 把它print出來的結果 那裡面會發現 它一定是Table 有沒有 然後這個Table結束 反正就是 把這個網頁裡面 都 這個程式碼 幫我抓回來 但如果你要裡面的那個 文字部分的話 你就是加一個 點Test 就是它裡面屬性 再加一個點Test 然後 第二個的話 就是怎麼樣 再去針對什麼 針對你的 哪一個 網頁 因為這個 這個Table 它裡面有 Class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 後面後來 我有補一個什麼 補一個Class 這Class 它的名稱 我可以怎麼樣 按右鍵 檢查一下 我知道說 它的Class名稱 是這一個 所以我可以把Class名稱 貼上去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是固定的 我要找什麼 找Table 我要找它的Class名稱 所以關鍵在這裡 關鍵在Class名稱 叫什麼名稱 那一樣的方法呢 我們再去找 畢別 那畢別部分的話 就是 去找那個 我們用什麼 Find 底線O 所以全部的 因為你要找的對象 不只一個的話 那你就用 FindO 差別在這裡 然後匹別的名稱 找到 而且把它的那個什麼呢 它的那個名稱 Class名稱找到 那怎麼找 基本上 你可以按右鍵 就可以找到 它的這個名稱的部分 把它貼過來 所以這上個禮拜 我們利用這個方式 可以把這些 相關的東西 找到之後 然後 逐一的把它輸出 那可能比較麻煩 就是說 美金這個匹別 它有18個 買進 跟賣出 它是 連續的 變成有36個 如果你要輸出的話 最麻煩就是 怎麼樣讓它輸出正確 那我用一個方法 一個是乘以2 一個是 乘以2之後再加1 那為什麼 其實我這邊有畫個表 這個是 它是 匹別的名稱 第幾個 它第0個 如果第0個 那這邊的話 如果要第0個 第1個 012345 所以它的關係是 它一個 它有兩個 它一個 它兩個 所以要這樣排列的話 那我後來想一個方法 它的關係 它跟它的關係 它的關係是 兩倍加1 所以 你會想說 老師為什麼你這邊會是 乘以2 這邊會是乘以2加2 原因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我是用 那樣的邏輯 去把那個公式給寫出來的 不是說 至於你有沒有其他方法 有 你可以想想看 他們的關係 OK 那所以看到的結果呢 就會是我們要的 就是把資料全部給抓下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利用 同樣的方法 假如說呢 我希望去抓取什麼 那個 台灣 那個彩券裡面 不過特別注意 它的官網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index new 跟有加 是不一樣 它的 新的首頁好像有加 所以後來 本台它的網頁 網址是這一個 進來的看到的跟 新的網頁不一樣 所以 那我就confuse一下 奇怪為什麼 所以不一樣的網頁 抓的方式 也會不一樣 那也就是說 如果說 你新舊網站 你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舊的 舊的 舊的就 就不見了 好像都全部改新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抓取的是 這個範圍的資料 那你會發現 它一定是這個區塊 這個是 樂 什麼 樂和彩 三 是什麼 我沒玩過 這個大樂透 那假如說我今天 我只要抓這個區塊 OK 那你要怎麼樣 先觀察一下 哪些細節 比如說包含什麼 假設我希望 開出順序 這 六個號碼 我要抓下來 大小順序 重新排序一下 第三區 這個東西呢 如果我要抓的話 那我用什麼方法抓 所以你可能要 稍微觀察一下 按右鍵 檢查一下 按右鍵檢查之後 它會 自動幫我把什麼 把這個線在放的位置 有沒有 顯示出來 有沒有 而且你郵標 移動的話 其實它也會跟著移動喔 所以這個按右鍵檢查這一招 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不會這一招 你真的要抓那個 學會網路爬充功能 那當然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無論是你用Python或用VBA抓啦 反正這一招都固定的 那也就是說你要先知道說 這個東西是我要的 那它有幾個訊息 第一個 它的標籤叫什麼 DIV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有Find 或FindAll有沒有 瓜瓜不是用Table嗎 Table指的就是這個標籤 這個標籤 那如果我要抓的是DIV 那你就給DIV 後面一定會有一個class 那class名稱叫什麼 那你要去觀察 這個後面你會發現喔 它的class也是這個 它的class也是一樣的名稱 也就是說 後面呢 只要是綠色的字呢 都是用一樣的class 這個class實際上就是那個 所謂的CSV啦 我跟你講 CSS 這個CSS就是它的樣式 它的樣式都會是長一樣的喔 OK 之後 我要怎麼樣把我要的東西抓出來 那基本上的規則 第一 先去 撥洋蔥 先撥這一塊 再去撥裡面的東西 再把它放在你的程式裡面 那你就可以把它下載出來了 OK 所以請各位喔 先試試看好了喔 那這個也是上個禮拜的延續啊 我是建議啦 真的 這個區塊是最重要的 但是這個區塊你要馬上完全 可以 掌握 而且可以看懂 是真的 滿花時間的 但對於老手來說啦 一看馬上就知道 但是對於新手來說 那你需要花一點時間的 而且啦 真的有空喔 每天你一定會上網 你會上網的時候呢 記得啦 你就 選取那個範圍 按右鍵 怎麼樣呢 檢查一下 像比如說 常常有同學說 老師我要看某個影片 那個影片是簽在網頁裡面 但是我一直抓不下來怎麼辦 能不能把那個影片抓下來 對不對 對不對 有些隱藏的嘛 對不對 人家的影片 你想說 奇怪 他連結在哪裏 我也沒怎麼抓都抓不下 而且 他又不是用YouTube 不是用YouTube 遷入的 那你就不能用什麼 4K video download的抓嘛 那即便是啦 你要把那個他的網址抓出來 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抓 很簡單嘛 請你按右鍵檢查 他有背後的機密 所以有些網站 抓不到 因為你看不懂 背後的機密 他都躲在裡面 所以你只要看懂右邊 沒有那個網站的資料抓不下來的 只是因為他保護 他用一些方法讓你看不到 所以你要 經常去觀察 很多東西都抓得下來 沒有抓不下來的 背後都有機密 OK 所以這個 部分的話 延伸性很大 只要 你是想抓 網路上的任何資料 只要在網頁上面的 都可以用 類似的方法 但是因為 我們這個課程 主要是抓裡面的資料 抓到Python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 先還給各位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